跟国际空间站相比 我们的空间站看着特别简洁 而且空间显得很大 是您专门为他们设计了收纳空间吗 床一抽出来下面是个柜子 真是 床下面就是个柜子 我已经拥有设计能力了 而且我听说好像国际空间站 已经有200多个东西找不着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的看似小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睡的时候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叫物资管理系统 把每个东西上贴一个二维码 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 都要扫码 都要扫码 扫码以后知道 一方面是要知道 比如说你搬过来一个包 需要把它扫个码 把它放到哪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扫一个码 那么这样就知道它会到哪去 第二个就是我还要知道 它用了多少 我后面要上多少 对 因为会员站上地方很小 对 你要是说运多了 没地方放 是吧 运少了不够用 对 而且你也不能让它天天记账 对 航天员我就喝了一瓶 再画正字 所以它有二维码 管理起来就方便了 对 但是这个呢 我们航天员也提了 更高的要求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用语音的方式 比如说小河小河 我的什么什么在哪里啊 我没查找 自己就飘出来了 在这呢 我没有想见 是 是 好